男朋友 男朋友那時候選挺浩 就是因為他就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然後不管你的情緒 很好或是很不好 他都會一直陪陣你 葉琴的對象 童童姐吧 你幹嘛啦 因為感覺童童姐 我以為你會選孟傑 應該是童童姐 原因是什麼 因為感覺童童姐就是 可以教導我一些事情 教導我一些事情 蛤 其實說實在 全明星這個節目 本來就一直都是討論度 非常非常熱烈的一個節目嘛 當初接到說 確定要來錄全明星了 心情你覺得那時候是怎麼樣 就是跟之前在拍戲的狀態 又更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全明星 我除了學習到很多項目的運動之外 我跟很多哥哥姐姐們相處下來 我自己是真的 我覺得我有 心態上面有成長一些 但你有覺得全明星的樣貌 是私底下的你 大概match的程度 大概是幾分 如果1到10分的話 我覺得可以10分 因為其實我之前就是運動員的身份 那我可以來這個節目 我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進來這個節目的時候 除了每天運動之外 我其實跟大家相處 就是跟之前跟隊友相處的感覺 也是差不多的 那你有沒有覺得 哪一位哥哥姐姐 是你覺得最難親近的 最難親近的其實是他本人 啊就是他本人是不是 他其實是一個蠻有距離感的人 他是一個習慣 只表露好的事情給大家看 OK 所以你其實聽不太到說 他今天心情不好 或是有什麼事情 有什麼煩惱 有什麼壓力 他其實比較習慣自己去排解 所以他通常都是去關心你 其實心情不好 但是他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 不會讓你擔心 所以你是一個只報喜的人 不報憂的 對通常我跟家人的相處狀態是這樣 但是其實彤彤姐 他在很多時候會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很多時候會密我私訊我 問我說我狀態是不是 如果你是單身 你要選一個人當你的CP 你會選誰 休閉日的時候啊 我們最近現在就在玩 很變態的遊戲 二選一嗎 就是什麼 老公一夜情跟 你沒有玩這個 反正那時候大家就在講說 老公跟一夜情跟男朋友要怎麼選 然後那時候呢 老公我就說我選了小美哥 OK 因為小美哥就是友情 然後又不常在家 所以小美哥這個 好老公 對老公 好 他這個動作前輩挖 好 男朋友 我是 男朋友 男朋友那時候選挺好 就是因為他就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然後不管你的情緒很好 或是很不好 他都會一直陪著你 然後給你很多支持 一夜情我那時候選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對 因為就是他身材很好 好 你皆實 然後年輕 種馬的概念就對了 沒有 這就只是純玩笑 大家不要當真 好肉食喔 對 很開玩笑 但 所以品浩也要選 你如果一夜情選錢姐 我一定一發推 你怎麼知道我剛剛本來要選錢姐 老婆我會選小豬欸 欸 為什麼有原因 因為小豬他其實就是在團隊裡面 很會幫大家去關注一些東西 很會持家的概念 那 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應該是 如果要硬選應該是依寧吧 因為依寧他其實就是 他也蠻成熟的這種 就是會很關注大家的 就是可能心情還是什麼 一夜情的對象 童童姐吧 因為感覺童童姐 我以為你會選孟傑 沒有 應該是童童姐 原因是什麼 因為感覺童童姐就是 可以教導我一些事情 教導我一些事情 沒有我們現在 剛剛這一段以上的談話是 已經撇除童童是人妻 的狀態囉 所以大家不要想歪喔 是開玩笑的 就是如果你單身你看 我還想跑欸 我還想跑欸 天啊 你真的 天啊 天啊 這整個訪問 整個走鐘欸 我的天啊 明天啊 我還想到你們 回去 mars 我還要死定了 你會想到你